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机房里跑的除了英特尔的服务器之外 X86的还有我们ARM的服务器 主要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ARM服务器上 使能客户所需要的一些项目就是完善ARM的生态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对于不同的客户 在ARM上他们有自己的work loss 我们要对这些work loss专业项目做一些优化 那涉及到生态的话 那我这边之前做了点工作 就是这个ARM服务器和ARM服务器项目的PMC和Computer 另外一个主角人吴智国 他也是这两个项目的PMC和Computer 今天主要是分这两趴 第一趴就是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生态和碰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可能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Big Top 和为什么要用Big Top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下欧巴乌拉和我们最新发布的一个版本的一些Future 第二趴主要是由吴智国他来完成 他主要放在了一个Big Top的一个子项 Big Top Manager 这个项目就像刚刚说的 是在欧拉作为创新项目孵化 然后再决限给了那个ARPAC Big Top下面 OK 先我这边列的是一个 就是我们客户比较typical用的一个 大数据的一个场景 就是以Spark over在那个Hadoop一样上面 然后当然他们也会构建自己的Flink或者是Kafka的Streaming的工作流 对于这样一个大的项目 有些如果你是一个个人开发者 你不是一个来自大型互联合公司 中大互联合公司的一个开发者 那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可能在比如说在Spark Circle 现在就是不论从Facebook Meta AWS 还是我们国内的一些阿里 一些美团 他们都现在会做一些Spark Circle 它第三方Native Crew的一些优化 那你也要想复化这个项目 或者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话 那你首先就是要自己setup一个这样的Hadoop和Spark的环境 特别如果一些混合的场景 或者在Arm上 你一个人去就是从头到尾的去部署 而不是一些大公司提供的一些 一些他们会给你提供好一些Infrastructure 或者一些Runtime的环境 编译的环境 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比较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就是说 会有比较大的一些dependency的问题 就比如说以我们工作的 就是最近解决阿里或字节 他们对我们Arm服务器上的一些需求 他们就会说有一些 对于就像刚才说的Spark Circle 他们要接第三方的Gluten 这样一个Velox这样的一个native的库的话 他们说在Velox里面的HashiJoin这个算子 可能性能不是很好 那对到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首先对于我来说 我不像有阿里或者其他一种环境 我要自己构建这样一个部署这样一个环境 那我从头到尾 自己的一个人去编包 或者是部署相应的服务 然后所有的环境都配置好 然后同时我还要再把Gluten给全部的编译完成 或者是把它部署好 然后又比较麻烦的是 在这么大的系统里面 就像刚才说的会有一些 现在业界比较流行的一些TPDS TBCDS或者TBCH这样的一个benchmarking的framework 你也要全部布好 布完了之后 可能我还做了一些 比如说是要做一些 Python脚本的定制去跑我们这样的一个benchmarking 那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 他可能focus的问题 可能是在我怎样优化这个算子 或者是怎样优化这个worklose 而不是花很大精神在上面去部署上面 所以对于一个个人的开发者 或者你想就是做 Apaq整个社区 你要在Apaq整个社区的基本上 基础上你做自己的一些创新项目的话 那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这个就是除了你刚才说你编译的环境 你轮摊的环境也要在自己做自己的一个准备 所以就像刚才说的 对于第一种情况 就是你如果是个开发者来说 我们这个工具会直接定制化的给你一套解决方案 就是你自己想要布置的service的话 目前主流支持我们Apaq社区 超过25个主流项目 每个主流项目 每一个service都给它提供相应的一些 比如说打包好的debian或者是RPM的一些包 就是比如说你想 你不想布 比如说以Hadoop为例 你不想布second name node的话 你可以不做相应的运行 比如说你想单单起一些history server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相应的一个包就直接起来 然后对于你想要做自己客制化要求的话 你只要自己做简单的一些配置就能完成这个事情 然后后面三块内容主要是你作为一个开发者 作为一个开发者来说 你首先要自己布完这个cluster之后 你要调试自己的代码 调试自己的代码 然后我们提供了一键部署 在docker的环境下一键部署 一个虚拟的一个类似于尾分布式的一个docker的一个小的cluster 然后配合一个puppy的一个脚本 然后完成你自己的一个smoke test的一个经典的应用场景 对于这些应用场景的话 也做了一个我们这个test的framework 它也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业务环境 业务场景 你想添加你业务场景的一个smoke test流 你非常容易的添加case 在这个smoke testing这样的framework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testing都是用groove写的 就是一些比较入门的一些脚本 你就稍微花一点精力就能完成你所相应的测试 OK 这是我刚才说的 你是作为一个 第一个方面你是作为一个开发者 你可以在任何的host上面 就是获得我们所提供的一些包和一些编译的一些服务 这种场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你是跑spark或者spark streaming的话 你上面要跑你相应的一些 Glutia Velox的native的库的话 我们能在非常短的时间构建这样一个的软件站 然后我们主要的精力只要放 只要就是放在我们代码调试上面 那就可以完成 刚才说的是从就是说一个开发者的角度 当然还有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就是有这样的用户 他除了自己开发之外 他可能需要就是从以前Cloud 他们产品遗留下来的这种习惯的话 他们会在商用环境下 他们希望对自己的集群做这种监控 或者是部署 或者配置还是扩容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我们的那个Big Top也能作为这样的一个工具 然后第三块的话 就是说这个工具主要是对这种多平台 特别是我们ARM的环境的部署的亲和力比较强 也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也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现在都需要国家很多东西都需要自主可控或者是可信 所以国内外资投资的一些创业公司或者是一些项目会比较少 都是国家基金形式作为投资的一些项目 所以他们对自主可控会有些要求 那作为自主可控的话 我们就是说对于你除了我们的客户就是类似于华为的昆盆 还有最近中心他们也自己做了我们ARM自己的服务器 这些都是在属于自主可控的自我研发的这种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以后用到的 不管是云实力还是说机房 我们逐步的趋势就是ARM服务器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也是就会逐步替代掉一些X86的一些市场份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如果在ARM的环境下 目前的生态可能前几年做的不是特别好 随着近几年我们的努力ARM生态也越来越完善 所以在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开发者 或者是一个想在ARM环境上部署自己class的话 我们的这样一个工具就是说对于多平台 多体系架构的情况下是亲和度比较高的 所以说像以前类似于Hadoop它会依赖于一个Google 一个PredoBuff的一个Native的依赖 当然那时候没有ARM的依赖他们也就Hadoop那边也不能结偶这样一个PredoBuff 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工具能做比较好的Fix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Big Top加上巴里能作为一种那个Open Source的一种替代对于终端用户来说 我们以前Wikimedia也是用这个工具来重新迁移他们的一些部署环境 我们也和Wikimedia的DevOps的工程师一起完成了这些事情 然后和其中的一个工程师也是在前两届的一个我们就是COC 以前叫ApacheCon上做过这个sharing 也就刚才说的针对一些个人开发者或者是一些教授 或者是一些企业院校研究机构 我们这个项目也和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有合作 他们使用40台ARM node的这些服务器用这工具 他们也部署他们自己的一些大数据站 他们做一些创新项目的孵化 同时也是我们社区也是和欧巴欧拉 也就是华为Founder的这个操作系统有过深度合作 因为欧拉也是主要是跑也是要跑在他们华为ARM的昆盆的服务器上面 作为一种国家自主可控的一种其他服务器的一种备份 所以对这种架构比较亲和的这种一种工具来说 欧巴欧拉也非常感兴趣 他们也是深度参与 也是他们欧巴欧拉的Big Data SIG的相关的人 也是跟我们社区一起对我们新的一个版本进行了发布 这边就是帮忙一起再介绍一下欧巴欧拉和Big Data SIG 欧巴欧拉它是开放原子基金会下 孵化的一个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 它是覆盖全应用的一些场景 然后所有的工具链它也都支持 不管是从编译工具还是一些相应的库 同时它也支持一种叫多样性的设备 这多样式设备除了是一些服务器之外 还有一些Edge Computing的一些计算节点 和一些比如说AOT一些嵌入式的设备 国内也有很多我们一些性创项目 和一些性创的公司也加入了欧巴欧拉 很多他们都是他们现在的所谓的很多云服务 都是基于我们ARM的服务器 这个欧巴欧拉和Big Data SIG 他们的愿景其实就是维护主流的上游的一些大数据项目 然后同时也会跟上游社区进行合作 比如说Big Data的Big Top 同时他们也是承接一些各个 就是一些科研业校的一些开源实习 和一些他们也同时孵化很多创新项目 就比如说我们这次一个新的一个部署工具 就是Big Top Manager 也是从欧巴拉里面孵化出来 最后贡献给了整个上游社区 我们这次新的Future 就是对主流的一些Components都做了一些升级 不论从Flink还是Hadoop还是Spark 然后同时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让官方就是说发布欧巴欧拉的语言 就是说从欧巴欧拉的语言上 你可以直接获得现在这些主流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报 同时我们也是说就是结偶了Enbarry Enbarry这个项目 本来Enbarry和Big Top作为一种用户部署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社区还是一些用户还是在使用 但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中还是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无知国下面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新的 我们把Enbarry作为结偶 我们打造自己Big Top自己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部署工具 好 下面这个部署工具 就让无知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好 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Big Top Manager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背景呢 第一个首先是Enbarry它的那个历史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 大家都知道Enbarry它这个框架挺重的 而且用起来不是特别好用 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对Enbarry做二次开发的时候呢 就是有点开发不动 也是因为这个技术历史遗留问题嘛 所以开发不动 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在它的那个Stack就是组件上面去动一动它的那个脚本 它本身框架是完全动不了的 只能按照它原有框架去进行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Big Top它其实有个自己的那个部署脚本 但这个脚本呢 其实是Big Top它用来自己做那个冒烟测试用的 一般不会说去用户去用来做生产环境的部署什么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Big Top跟Enbarry这两个社区之间的合作 因为我之前推过 有段时间也推过这两个社区之间的合作 就推的过程中 我发现两个社区之间呢 其实两批不同的人呢 有时候有些意见不合 然后就有时候沟通会比较麻烦 然后就导致两个社区的工作内容什么推进起来 也是比较难的 然后基于这三点呢 所以后来我就发起了一个项目 叫做Big Top Manager 然后Big Top Manager这个项目呢 主要就是提供了一款更现代化的那种组件管理 组件管理吧 如果用过CDH跟Enbarry的人 应该都知道这么一个平台大概是什么样的 然后Big Top呢 它是准备引入一些更现代化的feature 比如像这里 这里写的 最基础的就是那个Server和Cost之间那种物理机形式的部署 也就是Enbarry它支持的方式 然后后面呢 我们会去做一些K8S之类的支持 然后呢 Big Top Manager这个项目的历史呢 那边的PMC聊了一下 就大概这个项目就进Apache Big Top 然后作为它一个子项目 然后现在正在迭代 然后我们这个Big Top Manager 这个后续的那个计划呢 是比如说集成 先说一下现在的吧 现在其实大家如果用过Enbarry 如果关注过Enbarry 跟那个Enbarry Big Top 这两个结合的方案的话 其实应该已经知道 Big Top 3.2.0和3.3.0 支持了一些比较基础的组件 像Hadoop 像那个Flink Spark什么基础组件都支持了 但是像我们最近这些年 出来的一些 出来的一些话题 热度比较高的组件 像Citurnal啊 Doris啊 其实什么 这些组件都还没加进去 所以我们后续的计划呢 就是先 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些组件 加进去 然后就让大家更方便地去部署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把那个监控跟告警 我们去更完善地支持一下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大家 大家一直在谈了好几年的 就是国际化 不是 是那个性创 性创 就是类似于像 我们大概会支持 像OpenOla这么一个 国内的 国内的操作系统框架 还有主要会支持 昆蓬这个芯片 然后去满足大家的性创化需求 然后再后面的计划呢 就是我们对 K8S这种 云原生的支持 然后再后面就是 最近特别火的 最近特别火的这种AI 然后我们后面可能会考虑 做一些AI Ops 像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版本 我们会先把 Mberry所支持的所有功能 Mberry比如说它是 主要还是部署在物理机 跟虚拟机上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大版本呢 主要就是先把这些 这些功能给支持完善了 然后后面的版本呢 就是引入一些更现代化的 现代化的一些功能吧 像刚才所说的 K8S 比如说我们像Flink Spark 现在都只是在K8S上跑 是吧 然后比如说像其他框架 我们后续也可能会去 跟K8S整合一下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 Big Top Man Manager 这个项目呢 主要去做一个 总体的 整体的管理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我们AI增强 AI增强就比如说 现在比较火的几个 像什么ChatGPT 像什么通一千万之类的 我们把它整合起来 首先比如说ChatBot 这种问答形式的AI 然后后面呢 像什么AIAgent这种 等它更成熟了 更成熟了之后 我们可能会去整合 整合成那种AI的智能运维 比如说我 比如说它那个内部 出现了一个bug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借口 让它自动去 自动去debug一下 然后自动去重新部署一下 像这种功能 然后这是我 我现在说一下 我们那个Big Top Manager Demo 本来我是想演示 但是这个现场 不是很好演示 所以我就 讲几张图片就好了 比如像Big Top Manager 最开始我们进来的时候 其实是集群不存在嘛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支持创建集群 然后将这个集群 创建了之后 其实我们 我们现在的设计是 支持多集群 多集群就不属的 这个是Envirus 所没有的功能 所以我们把 这个整个项目的初始化 跟创建集群 这个步骤分开来了 然后后面呢 就创建集群结束之后 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首页 我们会把用户所关心的 一些指标给展示出来 像什么内存利用率 像什么CPU利用率 之类的 还有像什么 那个主机的健康 是否健康之类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主件的界面 这个跟Envirus 其实差不了多少 这个就是我 我要讲的那种 Begant Home Manager 谢谢大家 小伙伴们有没有问题 这个请要回答 作为一些信状的 一些特殊需求 其实就是 就混合部署 就是可能原来 X86的一些 一些机房 或者一些云实力 可能最后会布在我们 自主可控的一些 一些平台上面 就类似于昆盆 类似于现在 在阿里云 就马上就推开 在下半年就要上量的 就比如说倚天 他们就要还进 然后最近也是中心 就是CTE 其实下面有一个是 那个中心微电子 他们发布 他们Sendship 他们也最近 已经完全做完了一款 就是我们 ARM服务器的芯片 也是正在做国策 可能 就是接着这些都是 如果过了国策的话 可能会作为一种 性创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 infrastructure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将来互联网公司 就是说 以我现在目前得到消息 是说中心这款芯片的话 自己也会 上量的去部署 就是我们最近也是承接 我刚才也说 我们做一些ARM 相关优化的一些事情 那也是说在 就是这些 信双的平台 Sendship上 做一些优化 就我们刚才说的 比如说Spark的 Native Engine 就给他们分析这种问题 那我自己也碰到 不属其他 很麻烦的这种事情 然后因为我们 不像阿里 或者像大的一些 互联网公司 他们能自己 有infrastructure 团队 他们给你 rentime环境都搭好 你只要是 focus在自己开发上面 我们如果做开发的话 也是前期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在部Hadoop Spark的时候 用我们这工具 比较简单 然后后续这些功能 我们也会加 比如像Gluten Velox 因为Gluten Velox 我不知道你了解吧 就是作为Spark 第三方的一个circle 现在主流的互联网公司 从美国的Big 7 到中国所谓的 几个互联网公司 全都在用 他们逐步在切 可能美团走了 可能那个字节 走了比较后面 阿里走了比较前面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这种的话 我们作为这个 Big Top项目的话 也会逐步地去完善大家 比较热门的一些项目 去做一个 对你的开发者 如果你想对社区做贡献 或者是 想做一些代码调试的话 会比较友好 就是主要是在Arm上 因为你在其他上 比如说以Gluten来说 就是以英特尔 他们Found的一个项目 现在目前在Arm上 Enable都是非常成问题的 我们也是在做Ups Dream 做Ups Dream的时候 它完全作为复化的时候 我们也会 就是把它放到 Big Top里面去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环境来说 性创的环境 我想主要是 不同的体力架构 或者是我们国内厂商 自己设计的芯片 在这种情况下 性创的项目 会更加偏于采购 这种项目在上面跑 那这上面跑的话 可能生态你也知道 可能英特尔的 他们或者是X86 他们的先发优是比较大 Arm的或者是 将来会有Risk File 我们也未可知 但目前来说 Arm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主流 我们也在做一些 相应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对Arm 可能亲和度会比较好一点 毕竟我们有很多人 Arm也做一些测试 主要是这样一个情况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你不同的架构的话 你的工具链 可能你跑乌拉跑龙西 他们有各自一套的工具链 他们有自己人做Kernel 有自己人做Compiler 做很多样的事情 那对于性创来说 它可能从底层芯片 到上面您说的这种OS级别 到工具链 到我们的一个生态 就比如说 OpenOla有自己的软件包 跟Santos他们一样 从整个一套来说 现在的趋势就是完全 就是做自主的 就是这样的 新创跟那个还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都做的 中国讲究这个全站新创 就是从芯片 到通知系统 到中间链 到应用 到应用那个级别 比如说你原来用的 JT JT Compiler不行 都得换 对 连JTK都要换 JTK他们都是 都自己做 就像戴总说的 自主可控的 现在一个情况 现在一个情况就是 你也知道现在 这种中外环境的影响 其实最近三年 特别疫情之后三年 你可以看国外的一些基金 投资完全都不投资 我们这边 所以说这边投资 不论是创业公司 我们的客户 还是从大的互联网投资 得到一些资金和基金投入 来说资金投入 都是以国家为背景 以工信部为背景 或者各种样子的一些基金 就这种钱 他们第一个需求 就是自主可控 就是有性创 有国性 这一系列标准 对 就是这样 这一系列标准 是 这一系列标准 总之